好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盘骑是一位骑友对局的复盘 他是在新阵下的 那这盘骑还是非常的激烈和刺激 然后质量也比较高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盘骑的话 他的对手直黑 这位骑友直白 开局黑骑错小木 白骑二连星 黑骑大跳 然后白骑挂脚完之后高拆 黑骑点33 左下是一个正常的定式下法 黑骑拆边 然后白骑走了一手右边的飞 其实也无所谓 当然这个地方你拖先也是完全可行的 大的地方很多 比如说上面B入 白骑补了一手 黑骑逼过来 然后白骑打住 他主要是想挑起战斗 黑骑靠出 这个地方白骑就要斟酌一下了 到底能不能跟黑骑正面硬钢 其实第一感就非常想这个搬了之后挺头 因为这一挺头右边全厚 那你要考虑的就是黑骑靠压之后 白骑底下能不能活 如果说全部被吃住 那太大了 我们来往下深入的探讨一下 白骑可以这样搬 搬完之后打了瞻 黑骑断打 因为这个白骑正直有力 所以说他得拐打 然后白骑可以先拐持二路飞 做根据地 黑骑靠下来呢 白骑不要去这个搬 搬一夹就死 你可以顶断 然后黑骑提掉 你再尝 就等于说自己可能活不了 但是可以跟黑骑底下两颗子 挑起一个对杀 后边呢 黑骑要想扩大眼卫长期 那就只有这个跳了 接下来白骑 比如说二路飞 连回来 也是扩大眼卫长期 黑骑在对杀之前呢 外边像这个断 还有一些便宜可占 那白骑就打了之后 靠住 黑骑拐持 你就冲了 再团住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不是重点 关键看底下 黑骑搬 收气 那白骑沾上 这个是气最长的走法 黑骑挺进去 白骑就压住 他小肩 想寻求联络 你可以挤这个 挤掉之后 黑骑沾 然后你上边这个跳是先手 因为这朵花被包围 气还不如白骑底下 因为接下来白骑一挤 这个黑骑的气是成不了的 他那一团 然后白骑再护下去 这样黑骑断打 沾上 白骑点了之后 再靠下来 这个对杀白骑是完全不拒的 也就是说我们摆了这么几十手 就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回到最初的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 白骑是可以搬了挺的 这样黑骑靠 白骑可以从这打吃出来 底下白骑可以求得生存 所以说这样一下比较不错 实战白骑跳当然也没毛病 因为谁能算到这么深的地方呢 对吧 如果说不借助这个AI去仔细的 这个复盘探讨 这个很难算到 接下来黑骑挺头 白骑贴住 黑骑在场 白骑小肩逃跑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黑骑跟着跳 白骑跳出 接下来的话 其实随着白骑出头 黑骑右边这三颗子的联络出现问题了 所以说最好是这样坚顶 搬一个 你哪怕这个冲掉破眼都行 然后连回 这样比较不错 因为底下这两颗子 属实没有什么太大危险 比如说白骑正头 你飞一个 白骑肯定是杀不了的 还是把自己处理好比较不错一点 实战黑骑是跟着跳 瞄着要把白骑给闷进去 白骑不可能再跳了 再跳一串单关 而且你多花一手 将来就算再扳断黑骑这三颗子 黑骑就变轻了 因为你这个效率不是很高 所以说白骑也是抓住时机 马上扳断 这个地方白骑处理的非常好 挡下来之后 黑骑虎一个再立 但是下一手棋 白骑这个刺 其实没有任何的必要 这个明显就是个俗手 其实白骑也就是担心 这个地方会不会被黑骑挖断的问题 你直接补都行 直接补黑骑 无非也就是打 挖的话你就直接打持 没什么棋 包括他直接冲也没什么棋 你要打这个 黑骑可以联络 因为你要沾这个 他断底下 三棋对两棋 白骑这个棋也成不了 你沾这个 他打这个也可以从这儿穿出来 那你就往回打就是了 往回打 然后再收棋 也是白骑棋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联络问题的情况下 这个刺是不需要交换的 把黑骑直接撞后了 这个不是很好 接下来白骑门头 然后黑骑搬 因为这个地方白骑不能被打穿掉 所以说只有贴回 然后黑骑挡下去 杀这个脚 白骑二路搬 这个地方确实要便宜一下 黑骑沾上 白骑停头 然后黑骑穿向也分断 白骑挡下来之后 黑骑冲 白骑夹 这个都是必然的变化 然后黑骑站 这个地方白骑就渡过 然后让黑骑断打了 我们来看看 如果说白骑往里边挺头 能不能活 主要这一挺 黑骑这个斑又能阻度 又能断吃这两颗子 那白骑够呛 因为你挡下来 黑骑力 里边眼位不太够 沾上他就跳 你冲了挡 黑骑点杀 扑了 再冲黑骑沾 你首先你活不了 然后这个里边跟黑骑对杀 显然也是白骑气不够 所以说这个骑白骑就直接渡过了 黑骑断打 白骑打一下之后 拖鞋 收脚 那整个右下形成一个相对较复杂的 这个定型之后呢 其实双方的这个局势还是差不多 并没有拉开差距 然后黑骑尖冲 白骑贴住 黑骑再跳 黑骑的想法就是尽可能的往中间这里走 而且这个尖冲本来就是对付 这个小飞手脚常用的一个手段 他往中间走 还可以间接的去照应底下的字 所以说这个当然也行 白骑挖瞻 然后黑骑二路漏 这个也是一选 其实从几个局部的这个定型 可以看出双方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白骑挡下来 黑骑长一个先手 白骑沾上 一般来讲 就算白骑左下有个头在这 黑骑还是会选择立二拆三 这个速度更快一点 而且拆三到这呢 将来这个左边二路爬 马上就可以回去 你拆二的话 这边还有点距离 而且被白骑逼过来之后 黑骑的根据力还是不足 所以说黑骑这个拆 拆二不如拆三 接下来黑骑往前跳 然后白骑断 这个地方白骑肯定要出击了 因为我们对比一下这个 全盘的实地来讲 可能黑骑更好一点 特别是右下一个大脚 但是全盘的这个后保来讲 肯定是白骑占优 右下基本上算铁后的一块骑 左下也是目前来看比较厚 所以说你实地不够 但是比对方厚的情况下 就要抓住对方的这个保卫 这个断 压住 作战 没问题 然后黑骑再长 白骑再压 压完之后打持 主要是想把黑骑左边 以及下方 这两块缠绕攻击 黑骑也不是吃醋的 下一手骑这个点刺相当的犀利 白骑冲 黑骑搬住 然后白骑再挖 这个地方大战一出击发 黑骑打了之后 下一招选择虎在这 那黑骑如果说虎上面会怎么样 我们也来看一下 虎上面的话 主要是白骑这一打 一打先手再一贴 就黑骑这三颗子 你就冲不下来的 气不够 然后你打上面呢 刚好帮助白骑提通回去 其实这样白骑不错 因为黑骑最多也就是搬 让白骑断 外边打 有这一系列的警戚的先手 白骑就这样打 黑骑打持滚包完之后 拖先继续补空 那白骑反正都已经安定了 这个反正双方也可行 实战黑骑虎这个 不太好 因为你上面这个断不补 白骑可以马上断 这个地方白骑是应该下的 大胆一点 因为你断上去 他这个左上角只有气啊 这个里边眼位不太行啊 他冲下来 虽然说你扳不住 那你就长 上边打一下你就沾 再冲断下来 你就这个断打 然后再打持就行了 就先把这个大脚给拿到手 对吧 黑骑扳斩 他收官你就沾上 这个白骑能吃到一个脚的话 美滋滋 那主要就看底下的死活嘛 其实这个地方黑骑要想整体杀的话 也不好杀 比方说黑骑逼过来 因为他不管怎么逼白骑都有这个借用啊 比如说走在这儿白骑有靠牙去作业 上边逼住白骑还是可以靠牙 因为靠牙完之后 比如说你退白骑这种刺 这个刺这儿就有眼了 然后底下这里斑了虎 也有眼 这个已经很难杀了 外边还可以继续压 你要是再凶一点 比如说再刺过来 破眼 那白骑底下拖一个 然后斑了再虎 你打持 他有了这个二路虎之后 又可以拆盖 黑骑已经冲不下来了 你外边冲 并一个白骑就联络 你断上来的话 这个白骑就沾上 局部肯定是活骑 这样黑骑中间 唯一一点 左边吃三颗子 跟白骑左上吃一个脚相比的话 还是白骑稍转 所以说白骑还是应该 这个大胆的去断杀黑骑 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判断的问题了 而且还有对这个死活 有没有把握 实战白骑是先刺 那这个肯定是刺不到了 白骑肯定想的是 等黑骑沾再断 这样多刺倒一下 这个眼位各方面都好一点 不过也是遭到黑骑的反击 黑骑沾这个 白骑断打完之后拐住 这样等于说双方就各自安定 黑骑扳一个 白骑反扳 黑骑再长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白骑这个贴住不是很好 因为你这个贴住 相当于把自己的气给进了 这个骑如果说 比如说你走别的 以后黑骑断你长一个 这个黑骑也是逃不掉的 你这个贴住的话 这个骑有问题 反而以后这个黑骑周围有子 这个断就成立了 这个骑不是很好 主要白骑为了这个点字 但是有点得不偿失 之后黑骑贴 白骑长 黑骑沾 主要白骑肯定还是想着 瞄着这个以后的断 接下来白骑左边冲 然后黑骑这个扳头 是一个问题 这个骑应该跳这个 因为跳这个白骑长 你是刚好双一个 他敢再重断 那是一个后手持 后手持 而且这个吃的已经不大了 他要是体调的话 联络 那你再虎一个 刚好也可以连回 所以说这个 面对这个冲 黑骑应该跳 而不是走这个断 断的话刚好凑白骑这一段 就算你这样打了沾 能把白骑断开 那跟刚才这个跳 然后双一个 被白骑冲在这吃相比的话 那明显白骑这样去吃 就大了一圈 所以说这边是黑骑的一个失误 然后接下来白骑就拐打回去了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要好好去算一下 就是因为里边 白骑骑金不会死 最多就是不补 然后被黑骑 比如说打一下 二路尖一下 里边有做活 白骑首要想的东西是能不能断这个 直接杀掉黑骑这根棍子 我们来再算一下 你断这个 黑骑肯定不会这样直接打 直接打就死了 那他可以跳这个 跳这个白骑要是靠住 那黑骑打吃 这样你这个白骑就跑不了了 你虎这个他就挤住 这样白骑交换两手 最终还是得拐打回去 AI认为这样白骑稍微好一点 可能这样眼位稍微丰富一点 那如果说黑骑跳的时候 白骑直接双一个 紧气那黑骑就断 这样其实白骑是 不太能杀得掉黑骑的 就你跳一个封锁 黑骑又这手挖 这样你去打吃 再提黑骑可以滚包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黑骑要注意 不要搬 搬的话白骑一断在里边要死 因为你这个外边真不死白骑 里边的这个气被白骑一打一收就 不够了 这个骑黑骑要于行去顶一个 顶这个白骑等住你冲 他沾你断 里边形成一个眼杀 然后白骑拐这个 你还是先冲 冲完之后外边再冲 再一打再一断 还是一个眼杀 并且白骑外边还要再补 所以说就是我们假设白骑先断 黑骑这个跳可以完美的化解这里的危机 但是按照AI的意思 白骑确实应该先断 然后把这个眼位给他弄好一点 然后再去补齐 这样更加完美 实战白骑直接拐打了 当然现在好像看不出多少这个问题 还是要看中间的似乎 接下来黑骑搬 他想的是如果白骑断 这个打先手 多了这两手骑的交换 对于白骑中间威胁更大 白骑唬一个反击没有毛病 因为黑骑还是连不回去 接下来黑骑直接像不飞 要把白骑给照进来 其实下到这儿 白骑已经杀了一个脚的情况下 底下又没有什么损失 只要能把中间给安定 那这个局势白骑好 这个时候其实白骑就可以断了 因为如果说黑骑还是老一套 那你就在外边继续靠出作业 黑骑如果说打这个 中间这里贴出来白骑断 然后他想靠死白骑的话 这个是不成立的 他强杀 杀不掉 因为白骑可以往外冲 贴住的话白骑长 先手长气 但黑骑沾的时候你可以扳这个 因为黑骑也只有三口气 他断不上来 等他扳的时候 你冲也不成立 冲的话黑骑可以打这个接不归 就白骑可以冲这个 然后断打 断打完之后再反打 反打完之后 这儿就可以溜回家了 先手打吃 打完之后这个黑骑拐出去逃跑 然后白骑再战 因为这个黑骑底下也不可能补 比如说黑骑底下补 白骑这一冲 这个中间黑骑四颗子 他是不入器的 不能打白骑接不归 那他骑今死了 所以说你沾回去还是先手 黑骑中间得补 然后你可以底下再一打 比如说打完之后再一虎 去杀黑骑这根棍子 所以说这个骑的话 白骑确实可以现在去断 要不然就是黑骑走着 让你靠出去作业 要不然就黑骑打这个 跟你玩命 然后你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从中间穿出来 然后再去杀黑骑底下 怎么看都是白骑比较不错 实战这个冲随手 这个骑不好 这个被黑骑一搬 你现在断黑骑打 你沾不上了 就直接被盖 白骑被顶死了 就因为多了这手棋 这个是个恶手 那现在被黑骑一打 白骑站不上了 麻烦了 只有往外逃跑 黑骑这里的点刺下的也不错 这个骑是一个先手 白骑还不敢随便乱冲 乱冲的话 这一打你一沾 从这一打 这个骑进一连回 白骑底下都得死 所以说这个点刺是一个好骑 之后白骑直接粘上 然后黑骑顶住要杀 白骑往前跳 下一招骑 就看黑骑怎么想了 你要是觉得全杀没有把握 那你这个时候收手也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扳 然后断掉这个尾巴 断完之后 你上边补断就行 因为里边这个地方呢 白骑断黑骑可以跑 他气紧 出不了气 打的话黑骑再跑 再沾再跑 因为这个地方 你再打再跑 再打再跑 对吧 你这个里边沾这个黑骑 还可以气足够断上去 这边是黑骑刚好 可以把里边的白骑 全部给吃光 当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是这个里边的冲 是一个这个先手 就这个棋 黑骑不能补边上 比如说你拆一个 对白骑往这一喉 那就出问题了 这一喉你要拐吃回去 然后他可以断中间了 就有这个棋 所以说白骑这个冲 黑骑的一补 然后白骑可以直接右边 夹攻 把黑骑这样刻子吞进去 不过这样转换的话 其实黑骑也是不错的 因为这像靠啊顶啊 还可以把脚上巩固一下 都是先手 然后再把上边这个 大关子一抢 黑骑不差 确实可以转换 实战的黑骑野心还是很大 他双一个要整体杀 然后白骑跳一个 黑骑刺一个防一手 白骑这个瞻 瞻的话可以冲断 接下来白骑去往那边跳 虽然说这个地方 白骑两手跳 都是AI的一选 但是主要是前面这手 这手冲走差了 导致现在就算走出一选 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这个地方黑骑还是要强杀 你就坚顶的话 白骑这个里面不太容易活 我们来简单的摆一摆 就他自身的联络还有问题 有斑断 所以说他得虎一个去联络 你上边防一手 靠断 你就直接并在这 然后白骑向左边贴住先手 斑一个 虽然说这儿有一只眼 但是没什么用 黑骑可以把右边白骑的眼给破了 再虎一个 再并一个破眼 再虎下来再立 白骑一只眼不行 挡下来的话刺一个 然后左边再一冲 白骑粘上你再站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后手眼 像右上角这里的 靠完之后断 黑骑打 立 打持 一路硬腿的话 黑骑就把这个子给踢掉 主要白骑一路也连不回去 靠这个黑骑挡下来 肩顶就站 这什么骑都没有 所以说跟着AI的步伐摆下去 就是黑骑走这个肩顶 最终是大概率可以杀掉白骑这条大龙的 实战 黑骑有点软啊 就是 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他走的是挖 挖完之后再打 然后白骑提掉 黑骑再长 那同样是割掉这个尾巴 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变化 刚才是黑骑这样扳 然后补上面 吃掉白骑尾巴之后 右边还有一通搜刮 脚上也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现在什么情况呢 现在是黑骑这样下 这个白骑跳 他挖了之后从后边打 同样是吃尾巴 那让白骑拔了一朵花 再往脚上动手的话 那你等于说角控是白损失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骑一软下来 这个局势立马又被白骑反超 黑骑下的不够坚定 接下来黑骑挡住 然后白骑坚定 把这儿打穿掉之后 黑骑跳一个 白骑搬了在虎 这个地方下的非常爽 连黑骑上边这条边 基本上都围不成了 黑骑打持 白骑先做个结 反正这个结比较轻 提过来之后 左下斑再提 黑骑无奈 沾上 因为这个结关系到 黑骑脚上死活 他只有沾 之后白骑再沾 黑骑左边爬一个 再顶一个 因为黑骑这儿已经火了 你如果挡住的话 以后黑骑如果一旦飞过来 你这儿也很少有 能围绕的空 所以说白骑在这个地方 判断没有任何问题 走的是上边这里的大飞 确实这个地方捞空 是最大的地方 黑骑拐头 白骑拆 这个都是下出了一选 反正现在呢 从胜率上来看 白骑小游 当然这个骑很难讲 因为这个骑的关子 不是很好摄 还是比较接近 接下来 这个黑骑断 然后白骑打 黑骑长 脚上扳 先手跳一个 这个都没得说 黑骑上边 靠断也是收官的好手 白骑打 黑骑反打 白骑提 上边再长 连续的一选 双方在这几个回合 下的都不错 然后白骑右边挡住 黑骑 二路斑 接下来白骑的处理 有问题了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注意到 白骑上边这朵花 一直到下边这朵花 中间还欠了一个挖 这个联络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它补干净 这里的补法 应该是白骑虎这个 虎完之后搬下来 沾上 这样就 没有问题了 因为黑骑再冲 再打你沾 他提这个结 哪怕你打不过退让 你就沾上 黑骑如果再提一个结 你就再沾 这样至少是联络的 亏也亏不了多少 白骑还是有微弱的优势 先确保自己的联络 当然上面有这个挤了 上面还是有个挤 挤的话 这个结相对来说 就 这个压力 稍微少一点 因为底下一个结 这个黑骑提的结 还没有站上 实战的白骑是断这个 断完之后再打 这个让黑骑拔一朵花 白骑肯定亏 这个关子肯定没必要 就是你要走的话 就直接搬下来 虎了之后搬下来 而不要去 这个断了之后再走 这个是白亏的 接下来白骑肯定也看出了 这儿有联络的问题 但是他不太想 就这样单关连回 所以说走的是上边的这个夹 这也是一选 白骑的意思就是要求从上面 做活度过 或者说先手便宜 黑骑粘 然后白骑尖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黑骑能不能去强杀 比如说我尖这个 尖完之后先阻度 再挖 不过这儿白骑留了一手 就是有这手靠 这一靠 黑骑中间得拐持 然后白骑粘先手 这边断打先手 再沾 这样他可以先把这儿给连回 然后的话 黑骑这个里边 其实还没补干净 就如果说黑骑先去收 其他的这个关子 比如说底下拐一个 落一个后手 上面有这个挤了之后 这个收气的手段 因为白骑不能里边收 里边收黑骑有这个挖过 你得外边收 然后上边滚包一下 有便宜 不过黑骑还是尖这个比较好 尖这个毕竟虽然说中间被白骑 靠一瞻稍微亏了一点 但是你把这朵花给拿下来 哪怕这个时候 你就不去收其他关子 右上补一刀 那也是黑骑稍赚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骑最好还是这个 尖在这儿 实战白骑粒 黑骑粒白骑倒 然后黑骑打 那这个地方其实白骑已经有点麻烦了 就是你刚才这个没有虎到 然后右边没有粘的 这个骑就是等于说 你要现在敢去 这个粘这个的话 黑骑可以双啊 不要提 提的话被白骑一冲 一冲再一打 那中间全部连回 这个已经超过上面的损失了 黑骑就双这个 等你在粘的时候 防止黑骑这个挤了之后打结 那黑骑这个往右边冲 再提这个 那白骑总不能再粘了 再粘被再提 这个就亏大了 你再粘再提 这个比刚才还亏 那你粘这个就是个结 所以说白骑刚才一步没有走好 后面就算黑骑没有走出最佳的下法 白骑也不太好办 这儿就弄出来一个结来了 实战白骑粘这个是一个问题 其实你这个时候 这个最好的结果已经是个打结过了 只能粘这儿了 你粘这个 其实黑骑一挖白骑就死了 这个挖白骑上边 扩大也没用的 因为黑骑一拐 里边一点 局部就是个死骑 你怎么办呢 靠一个黑骑拐 团珠的话 黑骑断 大骑粘上是个弯三 右边打了之后粘 黑骑再断 白骑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 其实这样就要结束了 不过黑骑在这儿又出现了这个手软的问题 跟刚才杀中间没敢杀是一样的 他走的是这个双 双的话 白骑上面挡住扩大眼位 你扳下来白骑再断 这个至少白骑不会死了 因为你在扳上面去走成弯三的话 白骑粘你提掉他再粘 大不了就妥协 你再从右边拐吃白骑粘上 提掉的话他就拐回 虽然说右边这个结 还是被黑骑连续拔花 亏了一点 但上边黑骑有点损 被白骑又围回来一点 白骑相对来说亏的就不是那么多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骑刚才可以绝杀白骑 实在上他这个双是一个问题 这个放白骑就活了 接下来黑骑右边夹 那先去捞空 分段的话白骑就往上打吃做火 不过这样一搞的话 这个局势又变成黑骑稍微 又是一点了 接下来左边一路扳瞻 白骑底下跳一个 这个没问题 黑骑刺一个先手 拐回 因为这个地方白骑得补 如果说你这个不补的话 黑骑这一次一瞻 这个里边就算搞成一个这个收器吃白骑都不好 而且黑骑可以先把这个打掉 就像这种地方先打掉 然后再斩这个白骑已经要被反杀了 都不存在收器了 杀不够了 那实战白骑提 然后黑骑底下虎一个 接下来白骑这个挡住有点问题 其实这个手还是很细 非常细 差不多半目胜负 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肩在这儿去补 因为肩在这儿 黑骑要走其他关子 你底下二路一挡 这个就是等于说整条边都是白骑 虽然说从二路连回 里边也不存在在补齐的问题了 这个肩还是大 然后黑骑要拐一个捞空的话 你局部就可以脱签了 比如说先去收一个其他的关子 像右边这个栈 栈完之后像 比如说一路连回 选择里边被铺完之后打直接不归 就可以先去收其他关子了 底下黑骑这里再靠下来 你就再挡住都来得及 因为这个黑骑搬你就挡 他如果说点进来 白骑就沾 断打的话 你如果说不敢去打这个企业也无所谓 你就沾一个 然后黑骑这样沾上 然后你打持 先手联络 黑骑便宜一点 但是白骑其他地方可以等于说连走两步去收关 明显可以弥补底下的损失 那黑骑如果不点进来 他打了之后冲 再点 这个里边白骑也是活起 就你可以沾这个 沾这个黑骑搬 你往一路尖刺 那明显也是活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骑应该尖 黑骑拐住 那你就先手活 然后去收其他关子 这个地方白骑肯定是 比实战要好 这个主要还是一个死活的这个后续判断问题 实战白骑直接挡 被黑骑跳到这有点伤 白骑再一挡 黑骑这个冲了之后 跳回 白骑冲了打 上边交换掉 先手把两颗子联络 然后做活 然后右边被黑骑直接扑了 打吃截不归 等于说白亏了一个关子 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地方的处理不对 接下来白骑右边沾 然后上边断 黑骑右边拐 提 白骑上边这里拐一个再提 然后黑骑上边打 白骑站右边这个结 看最终这个结来定胜负了 像说黑骑右边摆便宜一个关子 但白骑底下毕竟也捞回来一点 其实所以说现在还是很细 非常细 右上白骑断提结 然后右边黑骑断打再提 上面这个结就决定胜负了 白骑底下冲再提 黑骑右边打吃再提 然后白骑右边这个一路沾稍微有点问题 这个骑还是应该 用你这个更多的结材去跟黑骑打下去 比如说这里冲啊 冲完之后再提 为什么说白骑的结材比较多呢 因为像这个左下 左下就好多结材 右上也有 对吧 这个其他地方也有 所以说像底下这个一路铺也有 就是这个三处地方 其实白骑都能找到结材 黑骑的结材就比较有限了 肯定是不如白骑多的 所以说基本上你就把这个结给刚下去 黑骑如果说就连底下 比如说找这种结材 最后打不过只能沾嘛 那就沾结再打再沾 这样这个肯定要比实战转 实战白骑沾右边这个 首先从这个骑的先后角度来讲 是一个后手 那黑骑肯定是右上 左上先提啊 这个是先手便宜 那提掉之后以后你再提过来 这个也是个两手结了 这被黑骑白转了 然后他再把这个四克子给提掉 白骑唯一的收获 就是有这个一路硬腿之后 这多了一个铺结 因为黑骑如果沾的话 这有一个打了之后结不归嘛 但你等于说先损 先损 然后再去跟黑骑打这个结 而且是在白骑结材有利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这个 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就没必要 你完全就是应该刚上面的结 也不应该是先亏再换一个结打 对吧 那白骑就肯定不行 接下来上边冲一个提 黑骑上面打吃再提结 白骑底下扑提 黑骑左边直接交换掉 再提 白骑脚上一点再提 然后黑骑底下还是展 你看到最后 黑骑的这个结还是打不够 还是只有站这种地方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上面结你放弃 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个结影响到胜负了 白骑提黑骑沾 多提了一个也不够了 后面基本上就已经跟胜负无关了 虽然说还有底下 还有这个底下 黑骑顶的时候 白骑这个可能是误看了 这肯定是应该先冲 先冲黑骑挤不进来 然后再站上 这个直接站让黑骑这个逆收 这个也是个失误 然后后面就没什么了 后面反正这个单片节还打了一会儿 然后一直收到最后的这个单关 我们就把它看完 然后白骑最终收获 这个骑最终的结果是黑骑赢了四分之三次 可以看到这个优势也并不是很大 然后总结一下这盘骑 这个双方都有失误的一个地方 首先就是白骑中间这里 可以算是一个小失误 中间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先去断 把眼位搞好 然后再去补左边 然后还有就是黑骑往中间像不飞 要把你照进来的时候 白骑多冲了一下 这个是就这个地方 中间多冲了一下 这个是恶手 导致你这个被黑骑左边一打 你沾不上了 直接被笔顶要顶死 那白骑中间这块骑极具的危险 后边当然黑骑没有下出最狠的杀招 没有敢去杀 而是选择转换 给了白骑又再次反超的机会 因为黑骑右上角直接被打穿掉了 然后就是在右上 这里的定型 白骑右边这个地方应该先联络 实战搞出来一个打结果 而且白骑失误了 在右上沾这个结 黑骑可以直接杀掉这一块 但黑骑也是漏看了 他走的是跟着硬 然后被白骑又连回 那这样的话就进入到一个非常细腻的关子 那关子的话 主要白骑还是右边这个结的问题 一个是底下这个尖 应该先把它走掉 黑骑如果拐住掏空 你再往右边去先手收关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右边这个结 对于左上这个结你不应该找右边这个 一路沾的这个结材 因为左上被黑骑提就先亏再换一个结打 那白骑肯定是有亏的 而且你还是结材有利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关子确实白骑亏了不少 然后中盘阶段黑骑是手软 措施这个一局定音的机会 但总的来说 这盘棋还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双方 总体来说水平还是比较高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